教室 教室里冷气突然爆炸 超大片火星狂喷 学生吓得尖叫逃窜 难道是电线走火 小怕点炸出火光 教室里弥漫烧焦味 还频传爆炸声吓死人 教室里总共40名高三生 紧急撤离到其他教室 爆炸的是被用冷气 疑似故障 明明没开却喷火有够诡异 那个烧得严重 这谁上课上到一边烧起来的啦 备用设备 我们基本上会 半年做一次的一个检修 有可能是太久没使用 然后基本上有灰尘 堆积也导致会导电 然后会容易有爆炸球 时间发生在23号上午 高雄这间高中教室备用冷气爆炸 火花乱喷 学生群起尖叫 还好没酿成灾情 虚惊一场 记者送配成郭义珍高雄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